一億四千萬年前有一個很活躍的火山地區 香港75%或以上的石全都是那個時候的火山活動 或者是岩漿活動形成的花狗岩和火山 在地質頭上看到綠色、藍色、橙色、粉紅色的花狗岩和火山 很大臉跡都是這類的岩色 地質這麼重要 你不知道的話可能會碰釘 例如一般是高的樓層、長的地基 怎麼知道就轉到找不到一些比較堅固的岩石 做不到地基 整個樓是不可以建的 因為它找不到地基 所以每一次做基建、做大型田海 或者做任何這一類的地方 其實真的一定要做一些很基本的地質 香港其實很適合做一個岩道發展 因為其實香港主要的岩石是一些比較堅固的花狗岩和火山岩 這些岩石其實不會太弱的 它的岩性是比較穩固的 可以做一個岩洞 是比較容易做的 還有香港很多時候的城市發展 就靠近山邊 所以你在山邊開一個岩洞 就不需要用很多路或者配套 很容易在山邊做一個岩洞的發展 其實都是現在新的土地開發 其中一個想法 地質調查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職能 就是我們做一些圖案和材料 做地質調查的時候 什麼是岩石 那麼很多的 現在有兩萬元舊 拿回來之後 我們要印一個號碼 我們通常香港的岩石 我們通常那個字頭就是HK 這樣一個號碼 然後拿回來之後 我們可能有時候拿回來 不是很乾淨 可能是洗牌的 然後我們通常就會切一塊仔 出來就放在一個永久archive reference 另一部分就可能去做樸鍵 那可能再剩下的部分 可能會將來做法學分析 所以一個板拿回來 就可能會分開幾份 這樣做 或者不同的岩石 我們可能有些不同要做的事情 譬如有些斷層的 我們可能做一些斷層的研究 那可能有時候有些用